这是1996年 4万韩国军警追杀24名朝鲜特工的真实影响 也是朝韩边境上规模最大的军事对峙 揭露了朝鲜特种兵真实的一面 面对4万人的搜捕 结局却很意外 此后这件事成为韩国的禁忌 那么朝鲜特工的下场是什么 韩国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自朝鲜战争结束后 韩国和朝鲜双方派特工渗透 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但这样的平衡并未持续多久 1991年苏联解体 朝鲜失去强硬的靠山 反观对面的韩国 在美国的帮助下争争日上 但靠着强硬的武器 朝鲜也并不担心韩国会再次南下 直到1994年 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突然逝世 这让朝鲜有了危机感 加大对特工的培养和对韩国的渗透 成为首要任务 经过双方这么多年的斗争 情报也不是那么容易获取的 1996年 金正日派遣一支 承坐鲨鱼级潜艇 渗透至韩国东海岸的江陵市附近 队伍中包括21名潜艇工作人员 两名护卫人员和三名特工 特工的任务是调查 驻韩美军的军事设施 以及美韩的太子 潜艇的工作人员 则是对沿海的设施拍照 出发前队员签下军令状 不完成金正日将军下达的任务 绝不返回 9月15日晚上7点30分 潜艇抵达约离韩国海岸县8公里处 三名特工和两名护卫人员 带着呼吸器离开了潜艇 一个半小时后 他们出现在韩国的海岸上 两名护卫人员任务完成 就此返回 经过一天的收集任务后 次日潜艇按照约定 靠近韩国东海岸 接应特工小组撤退 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小组成员并未出现 无奈 潜艇再次回到国际海域等待 又过一天后 潜艇再次期望 试图第二次接应特工小组 晚上9点 虽然三名特工顺利回撤 但是潜艇却在江陵附近的 安宁海滩搁浅 经过两个小时的努力 潜艇还是死死卡在海底 并且底部已经遭到严重损坏 队长果断下令 放弃潜艇 走之前 他们还试图烧一把火 将证据毁灭 23点50分 26名朝检人 带着所能携带的武器和装备 上了海滩 18日凌晨一点 一名路过的韩国司机 看到一群鬼祟的人 在高速公路附近闲逛 远处的海滩上 还有一团巨大的雾 这引起了他的怀疑 直接报警 很快 韩国陆军和警察赶往该地 开始进行封锁和搜索朝鲜渗透人员 这件事到最后 为何让韩国出动了4万人呢 1996年9月18日早上5点 韩国发现了在东海岸搁浅的潜艇 随即出动了4万人 数十架直升机和上千条军犬 对半径50公里的区域 展开反渗透行动 9点 韩方在离搁浅海滩8公里的小山上 发现了十具整齐排列的尸体 另外还有一个上校的尸体 每人头部都有一个弹口 是集体自杀行为 11点10分 警方接到韩国民众报警 有两名特工将他打倒后 往北方讨算 此时的朝鲜特工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杀出一条血路 只要到达北部边境 他们就安全了 下午4点30分 韩国警方接到举报 朝鲜渗透人员在庄家地里被发现 警方并未枪杀 将他俘虏后提供了四杯烧酒 从他口中 韩国得到全部消息 最初还有坚持 谎称他们一行20个人 在离开原山港不久后 潜艇就失去了洞兵 随后漂流到韩国水域 他随后又告诉韩国审讯人员 他们其实有26个人 潜艇的任务 是搜集韩国海空军基地的情报 有了明确的数据 抓捕也比较清晰了 从9月19日至30日 韩国警方陆续枪杀了 11名朝鲜的渗透人员 22日 韩国海军将鲨鱼级潜艇 拖至通河港 展开全面检查 11月5日 距离朝鲜特攻渗透 已经49天了 韩国警方再次接到报警 称有两个人横穿高速公路 最终 韩国警方在离东海岸100公里处 发现了朝鲜的两名渗透人员 而此时 他们离北部边境线 仅剩了20公里 他们在枪杀了三名韩国士兵 重伤14人后 被当场击毙 在他们的背包中 发现了16支步枪 手枪以及手榴弹 此次行动结束 26名渗透人员 一名被俘 11名自杀 13名在与韩国陆军的交火中丧生 一个返回朝鲜 而韩国共有16人丧生 27人受伤 韩国领导人得知这个结果后 怒不可遏 虽然朝鲜的渗透行动 已失败告终 但是韩国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96年9月20日 江陵潜艇渗透事件 发生不久后 金永三认为 此次事件不是简单的间谍渗透 而是一次武装挑衅 如果朝鲜再有任何挑衅的举动 韩国将不惧怕 发起一场真正的战争 而朝鲜做出了一个离谱的回应 朝鲜潜艇是遇到动力故障 而漂流至韩国海岸的 潜艇人员在经过一系列挽救措施后 军卫国没有办法 只好登上韩国领导 这才不小心导致了武装通通 随着朝鲜的声明 这件事慢慢的也就不了了之了 直到10月1日 这件事情又被重新搬回捉面 有一名驻韩国的俄罗斯外交官 遭遇暗杀死亡 并且在这名外交官的尸体里 还发现了一种毒药 这种毒药与朝鲜渗透人员 所携带的毒药是同一种备 这让金永三联想到 还没有逃出韩国境内的朝鲜间谍 金永三认为 这就是对韩国枪杀朝鲜渗透人员的报复 10天后 韩国最后一次警告朝鲜 如果再次挑衅 韩国政府就会进行打击 其实不怪韩国多疑 因为朝鲜之前这么干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1966年 朝鲜暗杀小队潜入美军驻韩军事基地 他们原本的计划是刺杀英国首相后 栽赃给美国 以达到分裂美韩的关系 英国首相在韩国横死 自然会出手对付韩国 但是逛了一圈 并未找到英国首相 小队又悄无声息地撤回朝鲜 1968年 朝鲜培养了一支31人的暗杀特工队 奉命执行刺杀韩国总统的任务 制造了著名的石围岛事件 未到青瓦台就被发掘 一扶一逃 剩下全部死亡 1983年 韩国总统在缅甸又遭遇刺杀 导致21名高级官员当场身亡 而韩国首相因为迟到逃过一劫 朝鲜觉得每次付出惨重 都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培养一名特工成本太高 在2000年初 朝鲜开始培养间接间谍 就是收买的外国人乔胞 或在外国留学的韩国学生等 而朝鲜和韩国暗地里的斗争 直到今日也没有停止